北京警察博物馆是北京市公安局主办的博物馆 不是公安部主办的中国警察博物馆 虽然两个博物馆距离非常近 但是中国警察博物馆对普通游客不开放 北京警察博物馆在东郊民校上 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 所在的建筑为西市 是以前的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就职 博物馆目前共有四层 参观时常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博物馆入口小桌子上有两个免费的章可以干 进了一层大厅中间是警魂柱 一二层的展览都是围绕中部警魂柱 一层的展厅就是按照时间顺序 讲述了北京公安的发展 一直以来做的安全保卫工作 看点一是最初解放军接管北京开始 接收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人员 北平军管会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前身 谭正文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任局长 博物馆还收藏了谭正文用过的物品 看点二是破获的重大案件 比如1960年的金钱大案 王卓伪造周总理的批示 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的现金 具体的故事网上都有 只是这里提到他的父亲也帮他藏钱了 看点三是展示了1990年以前 历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物品 一层最后是文商店 相对比较便宜的是药市链 一层还要顾老式电梯 是以前花旗银行的 现在关闭了 要是能修好的话应该挺有意思的 一层从楼梯上二层 博物馆目前没有电梯 所以乘轮椅或者带婴儿车就不方便了 二层主要是介绍警察的职能 从中国古代治安的管理开始 到近代清末警察机构的职能的初步建立 警察这个词源于日本的翻译 这是清末警察派出所的样子 然后介绍了户籍管理 出入境管理 以及刑事侦查 刑事侦查主要是各个时期 刑侦设备的演变 还有早期的搜查证 逮捕证是什么样的 二层最后是介绍监狱 在这里发现有炮局的模型 炮局是在那个时代 北京小流氓群体里威名赫赫的 另外还有东城看守所的模型 也不知道真实的 是不是模型里的这个样子 博物馆三层很简单 主要是介绍交通管理的职能 消防安全的职能 看点是北京最早的消防车 是清末的 还有北京汽车牌照的历史 再就是特定历史时期中 收容遣送的管理 估计现在很多80后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博物馆四层是许多男生必看的展厅 有各种的枪械 从老式的随发枪 到现代经典的苏式AK系列 美式的AR15 M16等 还展示了一些异形枪 比如匕首枪 打火机枪 这里的缺点 就是介绍的信息太少了 只有一个名字 四层还有历代的警服 现在的警衔 还有中外交流的礼品展示 北京警察博物馆在东郊民巷的西部 附近有公交车60路 在正义路南站下 双方向的车站 都是在正义路与东郊民巷的交叉口 一南一北 都是下车以后往回走 走进去天安门广场方向的东郊民巷 需要检查身份证 车辆是不能驶入的 出租车也不行 不过我看到共享单车能进 在道路的左边是北京警察博物馆 右边是最高法院 这架车您可以停在东郊民巷饭店 停车费每小时12元 如果您是停在正义路酒店 10到20元好好沟通 听懂得明白我什么意思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